一樣我相關的資料會放在我們的論壇裡面 那當然有些細節可能沒有注意到的話 回去再稍微看一下 那上個禮拜大概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總共就是會有這個八段影片 那上哪些重點大概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樞紐分析表的聚集錄製與修改 那也就是說在工作裡面很常用到樞紐分析表 那樞紐分析表其實對於做報表非常非常有幫助 但是有的時候你如果說你那個報表數量其實蠻多的 你要做的事情很多的時候 那當然最好是可以把它變成程式 就是一個按鈕按下去的話 那自動就可以幫你把那個報表跟圖表都把它產生 甚至如果你有多個報表的話 你剛剛可以把它放在多個表格裡面 那並且把對應的圖給畫出來 那當然如果說你將來要把它放在PowerPoint裡面去秀的話 甚至你還可以再結合PowerPoint的VBA 因為PowerPoint本身 Office裡面每一個那個個別的軟體都有VBA 那你也可以再呼叫 甚至你可以呼叫PowerPoint 可以把那個就是相關的圖放在PowerPoint裡面 自動產生一個報表 其實都是可以辦得到的 OK 不過我想Excel裡面這部分已經很快了 那頂多你是PowerPoint 你要把圖放過去 把表放C、C、C、V也蠻快的 只是說比較難的我覺得應該是在Excel裡面 那當然第一個就是書紐分析表要怎麼樣把它變成那個程式 那因為在Excel裡面我覺得它一個優點就是可以用錄製劇集 也就有些程式你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用錄製的 那錄製的話當然你不能隨心所欲的去錄製 當然有些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最好是可以把那個步驟有沒有彩排過一遍 然後還有一些地方要修改 那修改的話有哪一些地方要特別注意 其實我有在雲端白板上面 有幫各位特別把它做個標註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雲端白板 那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程式都在上面 每一段每半 可是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雖然程式嘛 你還是要能夠找得到 並且你要知道貼到哪裡 然後呢怎麼樣把這些組合在一起 其實就可以發生那個作用 那所以喔 這個地方有有沒有 我有把那個我們錄製的 所有的程式錄下來 錄下來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這個是我們 我們第一次錄製的程式 那有哪一些地方需要做一個修改 你可以看到底下 上面這個是錄完的結果 那主要有幾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其實可能要注意的就是說 那個什麼 錄製的時候有一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一般我們在拖拉黏的時候 應該是先拖拉到列 再拖拉到池 不過你在錄製的時候 可能要顛倒 這個可能就是一個很重要 這個我前面講過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它如果你拖拉到列 再拖拉到池 那它就錄下來的東西就會出錯 但是如果你顛倒 它就正常了 這個 所以喔 這個是我們之前 那改過之後的話 大概有這些 黃色區域是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包含就是說第一個 如果有重複的名稱 要把它刪掉的話 其中會用到有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一個物件叫序詞 這個序詞實際上是工作表 哪一個工作表要被刪除 有沒有 那主要是說如果你假設 你在執行過一遍的時候 比如說你 假設你執行那個 歷年切到折線圖這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的話 它會自動產生 可是如果你再按一下的話 因為那個add的時候 你重新命名 它這個名稱已經存在 那就會造成什麼 重複名稱的問題 所以上個禮拜最後我講到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讓它 遇到重複名稱的時候 可以先把它刪掉重做 因為其實理論上你再按一下 表示說你要更新資料 更新你的報表 那當然你按下去之前 我在程式裡面有多做一件事 就是先檢查一下 檢查什麼 檢查就是這裡面 到底有沒有重複名稱 不過重複名稱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點 這個寫法王沒改正 如果你要找的話 理論上記得喔 比對的話呢 不過這裡其實不改 沒關係 應該是只要 反正找到就可以 那如果我希望從第一個工作表 到所有工作表 可以跑個回圈嘛 從第一個 第二個 一直到最後一個 幫我做什麼呢 幫我檢查一下 有沒有名稱一樣 叫什麼呢 叫歷年切到折線圖 如果有的話 OK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那就做底下這件事 什麼事 把那一個工作表給刪除 那這樣可以避免什麼 可以避免就是說 底下重複名稱的問題發生 那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呢 加了這個之後呢 就不會有重複名名的錯誤發生 那底下的話 大概還要改哪一些 我也有把它稍微標註啦 像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 C的話是藍 R是列 所以這個應該是A3 也就是你將來要放 那個樞紐分析表 基本上它預設是放A3 你說老師 那我要放A3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把它改一下 那如果你要放A1呢 很簡單嘛 你把這個R 什麼樣 改成1不就好了 它就放在哪裡 藍 C的話是藍 C A藍 的第三列 那如果你要A1的話 那這個地方把它改成1 不就好了 不過如果你不這樣寫的話 其實另外一個寫法 我好像跟各位講過 中國阿虎也可以啦 有沒有 然後你打一個A1也可以 A3啦 剛剛那個是A3 你打這樣也可以啦 不過入字的話呢 你會發現它就是長這樣 至於呢 可以改成 好像除了說可以中國阿虎之外 我還講過 你可以用Range 也可以 可以把它稍微做個修改 然後不改也可以啦 所以基本上 儲存格的表示方法 至少在這邊有三種 一種是這樣子 不過我不建議你記這種 因為記這種 其實真的不好記耶 我建議你記這個好了 中國阿虎 有沒有 中國阿虎A3就好 這個就是指的是 哦 我要放在A3那個儲存格啦 OK 另外有一種叫Range 瓜阿虎A3 總共會有三種表示方法 那至於哪一種方法好 我是建議你 如果你熟悉最好 如果你假設不熟 我記不起來哪個都不好啦 OK 所以挑一個把它稍微記一下 那其他的話 這兩行是多的 因為這個是Select 油標放這邊 然後哪個工作表 這個可以刪掉 至於其他的話 大概就是 先拖拉到值 再拖拉到列 最後取消顯示的話 就是比如說 102 103 它的Visible 那個項目把它取消掉 不過好像這邊 少了112吧 所以假如你錄完之後 未來資料有變更 你如果要補的話 其實你也不用重錄了 你可以怎麼做 你可以把這一 如果將來直接自己改成4的話 那如果它最後結果 會有112要把它隱藏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自己再加個112就可以了 OK 這樣也可以啦 你就不用再重新 自己再去重新錄 當然你要重新錄製也不反對啦 不過有時候 最好是說 透過錄製聚集 你可以取1反3 然後慢慢去累積你那個程式的量 因為你慢慢看久了 你會發現 它路來路大概都差不多 所以錄製聚集 可能盡量的話 慢慢就是 可能幾個步驟 第一個一定要彩排 第二個錄完之後 你要去分析一下 你這個程式 裡面哪些要修改 第三個一定要加上註解 有沒有 你會發現註解加上註解 就滿清楚的 1、2、3、4、5 那就清楚了 所以如何把它變成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基本上也是部分錄製的 不過有一個地方可能要特別 因為我們將來要放在哪一個 圖要放在哪個位置的時候 它基本上如果你用錄製的 會增加一堆的程式碼 因為那個程式碼 是做它的那個相對位置的一個敘述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滑鼠去移動的話 哇它錄一堆 那些都不能用 所以怎麼辦呢 後來我查了說明 然後它這個 這個ADCH2這個方法 後面如果加上什麼呢 這兩個參數指的是什麼 它的坐標 有沒有 Labs是水平的 Tub是它的垂直的 那我希望它放在哪個儲存格呢 放在第二這個儲存格 那個的左邊那條線 它的水平 那垂直就是它的Tub 這樣它剛好秀就會秀在哪裡 剛好它就會秀在第二的位置 那寬的話呢 我希望跟D1 其實D1或D1 儲存格的寬度的10倍 然後高的話是15的話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把它畫出來 這個再按一下 有沒有它就刪掉 那它就會直接就幫我放在這個位置 ADCH2有沒有 然後它就放在這個 這個是LED 那這個是Tub 有沒有 然後D2就剛好這個儲存格 所以放在這裡喔 然後10個的話呢 有沒有 D1 D1就這個嘛 10個就剛好到M 所以這個是乘以10 那高的話呢 剛好是15 所以你會發現畫出來就剛剛好 那這個很重要喔 因為為什麼 因為目前我們只有畫一個圖 可是將來如果你要畫很多圖 有類似一個Dashboard 那你就必須要排列嘛 那排列的話 怎麼樣可以排列整齊 欸有沒有 甚至你可以排在這一個工作表裡面 或者另外一個工作表 就跨工作表 另外一個SHITS 欸那比如說 我現在把它畫另外一個工作表 然後怎麼樣幫我排 比如說我希望一個工作表 可以放四張圖 然後呢 四張圖 藍寬 總共要佔幾藍的寬 比如說三藍寬 然後總共有四個 然後列有多高 比如說五列這樣 這樣子 它就會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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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幫你排列 好 這個後面我們還在練習喔 所以 畫圖的部分喔 這個部分 也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所以喔 關鍵的地方就是 Add Chart 2 然後這個是圖的什麼呢? 圖的樣式 至於如果你不會圖的樣式喔 沒有要錄製啦 錄製的時候選一下 它就會告訴你了 那主要是加這四個參數 這四個是 前兩個是坐標 然後這個寬 這個是高 以後的話修改一下就OK了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這些其實可以拿來當範本 以後的話呢 至少你要看懂範本 然後拿來做一些簡單的修改 你馬上可以把你對應的圖給畫出來 那底下我是再加上什麼 加上字的什麼 Title啦 就是圖上面的這個title 這個title的話呢 我希望它叫做歷年切到折線圖 然後字的大小 字的大小就是FoneSize等於20 然後顏色的話呢 就是Color 那這個的話是Bold 有沒有 然後顏色的話就RGB 然後FoneSize直接給20 然後這個觸攻False 有沒有 這樣做出來就這個結果 那至於怎麼寫啦 如果你將來實在是不想記太多啦 其實基本上就這個 有沒有 WITH啦 ActiveChart 它這個叫Charttitle 就是目前的那個圖 就是ActiveChart 有沒有 ActiveChart就是那個圖啦 然後呢 它的底下有一個植物件 叫做Charttitle 其實還蠻好記的 就圖的那個標題 然後呢 它底下就有點什麼 點Texer 就是它的文字 點Fone.Color 就是它的顏色 然後Size 20 Bold 等於1 1的話是True 你也可以打True 上個禮拜講過 0的話就是沒有 就False 1的話就是要 要有黑色出體 那最後的話 把圖力給拿掉 圖力我有講過嘛 它叫Hass Legend 旁邊有一個 那各位有印象吧 做出來旁邊會有一個這個圖力 那個圖力理論上都會把它拿掉 不過如果你假如不會拿掉的話 它這邊好像會有一個這個啦 就是 這叫做圖力嘛 圖力預設是 好像在右邊吧 類似長這樣 如果你假設啦 你要找的話 其實在這邊找變5啦 可是問題喔 你假設每次都滑鼠 自己去點 滿滿會時間的 所以Hass Selection 剛剛那行程式的話 等於False的時候呢 那基本上就是把它關掉的意思 那當然同理可證啦 你說 那你不是講過False可以改成0嗎 那這個地方什麼 其實當然可以啊 如果你看到False 你實在是覺得False要5個字喔 它浪費空間的 你改成0都OK 那1的話可以改成True啦 或者True可以 當然說True改成1啦 我自己個人喜歡 因為我 滿喜歡那個 程式越少越好 字太多看起來就會很煩躁 OK喔 那其他的話呢 就是分別把兩個 合併在一起 那就可以變成 歷年切到折線圖 所以做完一個之後的話 換第二個 有沒有第一個 第二個 有沒有上個禮拜做出來 我們做了第一個 然後比例圖也做出來了 這個都做出來 然後再切回來 第三個的話 就是路接到直條圖 又畫出來了 然後最後的話呢 我們又講了一個什麼呢 因為我希望呢 讓這個資料變乾淨 所以呢我們又 最後都講了一個如何刪除 除了資料以外的 有沒有 除了資料以外的工作表 就是留下資料 這個要留下來 那這些都要刪掉的話 欸 就是這個按鈕 還記得吧 這層次不多 有沒有 就是跑一個回圈 不過那個回圈 特別特別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反向回圈 因為如果你沒有反向回圈的話 它會變成說它刪掉之後 就會往前地補 比如說你先刪除這個 它本來是1對不對 那你一刪掉它 後面的會往前推 這個就變成1 這個變成本來是2嘛 它就會往前推 它就變1了 所以你刪完1 欸 刪2變成刪掉這個了 所以這個永遠不會被刪到 那怎麼辦呢 我上禮拜特別講到就是說 回圈一定要反向回圈 噢 沒有反向回圈不行喔 所以這一個刪除的程式碼的話 雲端上也有啦 這個應該有印象嗎 我把它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在這裡 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for i 等於 should.com 就最後一個工作表到第一個 那記得喔 顛倒的話一定要step-1 這個很很很重要 加出題好了 字把它稍微放大一下 因為我發現這同學喔 非常容易忘記 OK 可能因為比較少寫程式吧 那反向就是這樣子 反向回圈 然後呢 如果它不等於資料 那意思說 除了資料以外的 通通幫我刪掉 所以呢 如果它不是不等於喔 不等於資料的話 那個為true的時候 比如前三個都不等於 那就刪掉 刪掉就delete 那這樣的話呢 基本上喔 就可以把這個資料以外的工作表刪掉 不過後來發現其實邏輯都不用啦 因為最後資料好像都會在最右邊 所以其實你寫這樣也可以啦 就是反正刪掉最後剩下一個 那一個就資料 所以兩種方法喔 那請各位呢 也許先把那個上個星期的部分呢 再稍微回顧一下啦 因為這個跟後面都有關聯性 因為後面如果前面的東西你不會的話 那後面喔 那後面喔 更是會有比較大的問題 所以今天的話請各位喔 再開啟第二個雲端白板的講義 特別注意喔 我們上個禮拜 前幾次上課的講義通通在這裡 我剛剛講的所有的程式嘛 上面通通有 應該還滿清楚的 有沒有 就是我們目標基本上就是要做這五個按鈕啦 所以我剛剛講那麼多喔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那資料來源呢 就是台北市政府的那個住宅切到點位資訊 OK 所以我們往後大概都這樣 我會先找一個案例 然後呢 我會先跟你講說 我要做什麼樣的結果出來 然後我們要怎麼做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喔 先試試看好了喔 要不要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真的嗎 對 現在我們一圈進去的 這邊最好 要不要緊吃